美国最高法院12月27日表示 在法律挑战结束期间 特朗普总统时代备受争议的边境限制措施 第42条将继续有效 此举将确保联邦官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能够迅速驱逐美国边境的移民 据报道 自2020年3月以来 第42条允许美国边防人员 以预防新冠疫情的名义 立即拒绝越过南部边境的移民 移民倡导者和公共卫生专家 长期以来一直谴责这种行为 认为这是禁止移民进入美国的 不恰当借口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 在近三年时间中 当局已被动用超过200万次 将移民拒之门外 在美国边境 很多移民已经在墨西哥营地 等待几个月 他们期待当局这种情况改变 以便可以在美国提出申请庇护 移民倡导者试图向移民 传播最新消息和信息 但绝望情绪在增加 尤其是在气温下降的冬季 当天白宫发言人皮埃尔 在一份声明中称 我们正在推进我们的准备工作 以便在第42条最终解除时 以安全 有序和人道的方式 管理边境 并将继续扩大移民的法律途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